大家好 我现在在西澳度假 本来不打算做这期视频的 但是看到了这个网上关于澳洲大火的事 讨论的有点热火朝天的 我既然在澳洲 而且我在澳洲待了22年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出来做一期节目 说明一下关于澳洲大火的这件事 为什么这件事现在这么火呢 可能来源于一篇中国的一个微信号 公众号 把澳洲大火跟33年前中国大型安理的事对比一下 然后痛批了一下澳洲这种制度 澳洲的政府等等等等 就是对比 他想对比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澳洲这个制度是不是很差 是吧 然后和这次大火好像很不利等等 我现在在西澳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是非常 因为晚上我就不出去走 这是非常平和 人们过得其乐融融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这次火灾发生的主要不是在西澳 西澳基本上没发生火灾 所以我来说一下 但是我住在悉尼 我的常住地在悉尼 我也经历了悉尼的那种烟雾弥漫的状况 而且现在呢 发生在那个澳洲东海岸 西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这种大火 还没有完全解决 那我就来说一下 我是怎么对这次澳洲的大火 是大型的山火 历史上可以说是我们 最近几十年 最大的一次澳洲山火 我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听完我说的这些呢 大家可能对澳洲山火 以及澳洲这次的灭火 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了 我们用这个认识 再去看一看那些 很多乱七八糟的那些公众号 他们来消费这件事情上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做的那些合理不合理 大家听听我说 大家就明白了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来判断 澳洲山火的标准 是人能不能胜天 我们有句话叫人定胜天 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经常提出来说的 当时咱们的伟大领袖 说人定胜天 现在看来很可笑 人不可能胜天 至少在我们的这个阶段 甚至我们可以预见的 未来一百年 人都不可能胜天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这个天是什么 我们去天就把它认为 是一个最小的一个概念 我们先把天认为最容易的概念 就是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 你要更大一点 包括地球 包括这个太阳系 包括宇宙 那也可以定胜天 那就更不用它吃痰了 人类的命运在那个尺度上 就是完全跟蚂蚁的命运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们目前的 我们目前的人类的这个技术 而我们把它定义成 最小的这个概念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然界 我们环绕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球的环境 我们的这个气候 就简单说气候 人能不能战胜气候 人能不能战胜自己的这个地球的这个生态圈 这个环境 这个战胜我们可以用控制来说 人能不能控制它 现在我们还不仅不能控制它 我们还还没有完全没有影响这个环境的技术 我们只有比如说我们的碳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太多了 已经造成了这个地球的升温 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人类就像急需的找出一个办法来 只能是被动的 我们缩减排放缩减排放 但即使这样也几乎是一个非常难以扭转的 人类的这种目前技术非常难以扭转的一个问题 就连这个问题人都解决不了 更别说我们去控制这个天气 我们想这个地方下雨 我们想那个地方下雨下少一点 这个地方下雨下多一点 我们想这个哪天天气变好一点 或者什么时候 我们把某些这个湿度 把某些气温降低一点 就完全走不到 人类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小房间里面控制一下 这个天气是完全 人类现在没有任何技术 控制这个气候 什么时候有可能控制气候呢 控制气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你如果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水 你有可能导致这个地区的整个生态 甚至影响到周边的地区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不知道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 人类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是在天气预报上 越来越精确了 但这仅仅仅是预报 这个离我们来改变这个天气 主动的控制这个天气 还非常的长 仅仅从天气 仅仅从气候 一定程度上控制气候 这个最小的这一步 我们都无法做到 那我们谈回来谈澳洲的大火 这个如果你把它 可能现在对于这点大火的判断 这个直接的分析是 降雨明显少于往远 连续三四个月降雨非常之少 澳洲东部 整个东部都非常的干旱 非常干燥 澳洲这个大陆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大陆 所以它干旱呢 有可能是正常的 但也有可能是全球变乱造成的 现在人类还没有足够的数据 来完全的确认这一点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说成 全球变老的一个副产品 但是在澳洲的历史上 也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干旱 而有一种植物 最适合在这种干旱 条件下生长 那就是安树 所以安树变成澳洲的 最主要的树木 澳洲的森林里面 当然八九十 都是各种类型的安树 安树呢 它就是特别容易失火 它失火对它有好处 它失火是一个淘汰 它的过程 它甚至有的种子 它需要在高温下 它才能蹦出来 而失火呢 把一些别的物种消灭掉了 安树很快就能发出来 所以呢 火和安树本身就是一种 自然界的相互互生的关系 正是因为澳洲历史上 在人类还没到达这个 还没来真 控制这个 这个片大陆的 那个历史长河当中 它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火灾 所以逐步把那些不适合干旱 不适合在大火中 重生的那些物种 就淘汰掉了 所以安树变成 就咱们说植物 安树这种植物 变成老洲的统治的 树林的统治的一种树 这也是 所以这次大火就是难以控制 因为这安树本身都是非常易燃的 安树无论是叶子还是树干 都是非常容易燃烧的 而且 它就是竹篮剂 所以呢 我们要说这个大火 对澳洲这个特有的生态环境来说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特别是这次碰到了 这次罕见的干旱 干旱本身 它也是全球环境中的一部分 所以导致了这次大火 这次大火 是一个大自然的自然现象 人能不能够改变 和这个大自然抗衡 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下 澳洲的东部沿海 基本上都是有各种连片的 这种国家森林覆盖 它的植被在沿海这部分是非常好 如果你开车经过这沿海 你不断地看到大量的树木 那在干旱底下 它烧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 所以这种叫做什么 万事俱备 只前东风 只要在这种干旱的情况下 特别是大片的干旱 只要有个地方有个火点 整个就连片起来了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大自然 这个气候到了一年都不下雨的程度 那我可以说 澳洲的火灾是无法控制 所以我们人类到现在 还是在 这个自然界的手中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 请大家举出一个例子 哪个国家把它改变 好 这个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第二个因素 就是人口 对 在有些国家 比如说中国13亿人 因为人遍布 在某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可以说原始生理已经没有了 到处都是人在这种情况下 那的的确确是你失火 你小块 是会动员出足够多的人力 去把它扑灭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澳洲是不是这样 澳洲总人口是2500万 2500万人其中 86%居住在城市里 只有剩下14%居住在农村 14%就相当于350万左右 350万人口生活在农村 澳洲的土地有多大呢 770万平方公里 77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的80%的土地 350万人口相当于 可能比中国的一个三线城市还要少一点 一个中国三线城市的一个面积 把它放到80%的这个国土上 平均每平方公里半个人 两个平方公里一个人 如果这两个平方公里的地方发生火灾 这一个人能去救吗 它能救得了吗 那对于86%的在城市里面的人口 对澳洲来说很简单 它就是要保城市 它不能让城市被火灾吞没 因为到处 就连城市也是都被这些森林环绕 就连家家户户门前门后都是树 我家的三面都是树 全是 有一面是保护区 全是树林 后面也是像原始森林一样 侧面也是 像我家就是三面 四面有三面全是树林 这还是在城市里面 那它是要保城市 就保了城市了 澳洲86%的人口就被保护到了 14%的人口分布在广大的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你怎么去保 你只能撤出 只能把这些人撤走 如果火烧到一个小村站 居民点 一些小的很小的村镇的时候 就把这些人撤走 他们房子肯定就得牺牲掉 如果不把重要的人力拿去保护大城市的话 那我们把这些小村镇的火扑灭了 大城市有可能就丢掉 这就算是哪个更重要的问题 对澳洲这么大个国家 这么大个国土 这么少一点人 他只能这么做 这么做是最合理的做法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 大片的森林有可能被烧 这有什么关系呢 烧就烧了呗 这是自然现象 也是人力不可为的 除非你没有办法拿一个13亿的人 和一个2500人的国家比较比较 2500人的国家 在770万平方公里上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关于这个人口的事情 这件事情 这个整个澳洲火灾里面呢 这个代数岛被拿出来说上 代数岛是一个有4000平方公里 40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岛 在阿德雷的南边 在南澳 我也去过 岛上大概也就是4、4、5千人 也就是说岛上的人口比例是 一个人一平方公里 岛上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呢 是那种原始森林 是保护区 岛上有个特点 就是动物特别多 因为它是个独立的岛 它上面繁殖了非常多的袋数 还有其他的考拉 什么其他的各种东西 我在那上面开过车 每天你都可以看到 在路上被撞死的袋数 因为那个动物太多了 它一到凌晨傍晚的时候 那些动物就跳到公路上 所以大部分去大物图上玩的人 以及大树岛上的居民 都不敢在凌晨和傍晚开车 因为那个时候动物 就纷纷到马路中间来了 我就在那个时候开过 但我幸亏没有撞见 但是我青年看到了 周围到处都是动物 那些动物全出来了 那些动物有多少呢 我也没办法去估计 可能是十万百万计吧 有没有千万我就不知道了 袋数岛上发生火灾 没有办法救 那人太少了 我是说一平方公里一个人 他怎么救法 然后他被烧掉了 可能有一半 你死了很多的动物 非常自然 没办法 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就像打了一条下雨一样 你就算澳洲出动整个军队 就算把袋数岛救掉了 那澳洲大陆就沦陷了 他这么点人他要保护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要保护最重要的资产 只能是像他现在做的这样 那那那还有就是 那你说南澳 南澳整个大的一个大的州 他他来支援代数岛 南澳的平均 南澳只有1.7 170万人 其中140万在阿德雷德 只有30万分布在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那我们算一下 一平方公里 就只有零点几个人 零点三个人 比全国的平均数还要低 南澳他也要把阿德雷德 他的其他农村 广大农村地区 就渺无人厌的地方 有大量的这种国家公园地方 就没有办法了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说 那中国当时可以动用的军队 可能就一两百万 我们没有办法去说 而且大新亚林本是个局部的地方 他也没有全国 他也没有全国各地都发生火灾 而且当时也有十几亿人 十几亿人 是不是 所以这种比例是完全 就是拿苹果来比橘子 拿完全比相干的东西相比 这种情况下 澳洲的这种制度 他已经做得非常好 已经做得非常好 你比如说 烧了三四个月 没有一个大城镇受到的影响 没有大城镇 都是非常偏远的那些小的农村 被烧着了 然后大城市 特别是在悉尼上上下下 全部都是火 但是全部 悉尼毫发无数 当然了 你说这周围都是火的情况下 那农烟是漂到悉尼 空气是不好 这也没得说 这也没办法说 我们现在的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所以人类只能 等人类再过一百年的时候 那人类对能源的控制能力 更强的时候 不然现在还处于一种化学能状态 好 我们再重复一下 我刚才说的 人不能胜天 我们现在真的 天灾发生的时候 人只有躲避 只有最大程度的去缓解 人还 谁要现在喊出 或者过去喊出 人定胜天 我们一定能赞成大自然的 所有的事情 那这种人是傻子 第二 澳洲这样的国家 平均 在农村 每平方公里 只有0.5个人的国家 发生 大火 丛林大火 它的这个 除了沙漠地区 除了那个内部的干旱地区 大片大片的森林覆盖的地区 如果一旦失火 就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警示 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澳洲的人口 在翻几番的时候 比如澳洲人口达到1亿 甚至更多的时候 那就是人类控制区 大城市越来越多 那大城市都不会有问题 大家保护大城市就可以 同时也有更多的人 人力物理去投入 去和这个 做斗争 这个 还有就是人类 全球的气候 可以到它控制的时候 那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 或者没有一种技术 能够说 我们什么时候 能控制全球的气候 没有人能做到 我们看那个 08年 中国发生大雪的时候 那每年 我们不要说 那个什么长江水灾 什么 哪一年 发生灾难的时候 不是大量的受灾 大量的民房被淹 当然 我们伤亡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就是大自然这个现象 你现在人 能够很容易的战胜大自然吗 所以去说 几亿人 上亿人 能够调动几百万的军队 去做的事情 和几千万人 能调动军队 可能就几万人 能做的事情 同时覆盖的区域 也是差不多大的 这样的区域 来进行对比 是没什么意义的 绝大多数澳洲 没有太多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这件事绝对是个大事 这件事 我从中能够 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澳洲的山火 其实是每年都有 这个地方消防人员 暂时和山火做斗争 已经是非常长的历史 非常非常长的 山火和澳大利亚 是分不开的 真的分不离去 你们去那个 看培拉的那个国家 National Museum 看一下 国家博物馆 看一下 中间有一段 都是关于山火的事 怎么样去控制山火 他们很早就 就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 在控制 但是这一次 之前 他们所有的 所有的预备工作 都是针对平时 可能发生的 典型的山火状态 这次的确是远超远来的状况 原因就是非常长期的干旱 对于这次出现的 这次巨大的气候变化 这么长时间 大范围不降雨 这情况预料不足 大家的预备不足 如果还有当然是美国 也发生了很大的山火 其实我可以这样说 明年等北半球夏天的时候 北半球的一些国家 可能要发生了很多的山火 这个气候已经发生了 非常恶劣的变化 所以人类现在 不是为 以前发生的事情做准备 而是要为 将来还没有发生的 更重大的这种环境 现象做准备 这样才行 才能对付像这样的灾难 这只是一个序曲 这是对人类的警告 我们人还是要注意的 咱们还是从自己做起 为了全球变难 防止全球变难 咱们扫 减排 讲成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从自己做起 其他的想用这件事情 来否定澳洲这样那样的方面 我觉得这很可笑 最后这些属于自己三自耳光了 最后自己变成 自己就成了一个笑话 OK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 有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留言区问我 我尽量回答 好再见 拜拜